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是 主要我们的观众啊喜欢听这些大师们的八卦 喜欢听这些大师们的这些意识 最好是能够揭露一点什么丑闻 观众就觉得 哇哇哇 观众不太喜欢高大上的东西 但是呢 你们几次节目以后已经看到了王教授的为人 他对这些大师们呢 以我的了解 他不可能不知道这些人的一些 任何人都是人 不管是大师还是领袖 都会有缺点 都会有优点 都会有长处 都是有一些呢 这个 不应该迷说的东西 但是我们观众就喜欢 但是我们 王教授不愿意讲 我也没办法 但是从这个王教授所讲的 这些故事 还是给我们提供了 凭上我们在一般的 官方的那些文本里面 还是不一样的一些小的故事 尤其是有一个老人家出来 对吧 你要给他写一个关注你的推进信 然后忘了盖印 你说盖印没用啊 美国也不需要盖印啊 但是他还是要 这个拖回去 把你留下来 很认真的盖了那个印 那个细节 拿着你的自行车吧 对 我尽可能满足我们主持人的要求 做一些我能记得的一些事情 今天就是我们放开大师们 今天我想主要是弄了三四期 还没有回到主题 就是您作为一个艺术家 作为一个教授 作为一个跟我认识的画家 不同一样的人生历程 我所认识的画家 很多在中国可能是教授 或者是专业人士 很有名的 但是到了日本 到了澳大利亚 到了欧洲 到了美国 那就是等于要从头做起 有的甚至可以说在街头漫画 我认为街头漫画也是非常好的事情 不是说很差 但是呢 有的人或者是就举行展览 对吧 直接进入西方的艺术界 而您完全不同 您好像就是一个进入的西方的教育系统 成为了一个留学生 对吧 所以您的人生历程 跟我所认识的频道 这些有成就的画家的路是不一样 这也是我要采访您的原因 不过我想先回到上海 像您这样的家庭出生 您后来怎么走了这条道路 有没有去查德罗夫啊 有没有去当工人啊 有没有干过一些其他的活 我还是一开始就一直当画家 您能不能把您个人的艺术的过程 今天作为我们第四季的一个主要内容可以吗 可以 前面提到的 我上面有四个兄弟姐妹 他们在69年都相继到农村广阔电地去 江西还是 江西啊 新疆啊 还有这种新疆的 对 我大哥哥到新疆去了 这个故事太复杂了 我们以后再找机会 也许找你大哥来讲 看他愿不愿意 他比我更有成就 更值得采访 是吗 对 他在纽约吗 他在洛杉矶 那以后 我可不可以跟他联系采访 可以可以 你介绍一下 我就愿意听这种有故事的人 他要有很多很多传奇的故事 好 我实际上 从小在我父亲 我这样讲吧 我父亲呢 他从我们小的时候 他就注重我们是全面的发展 他并没有强迫我们五个孩子去指成副业 去从事那个艺术 他更注重的是我们个人的爱好 个人的特长 根据我们自己的兴趣去学习 但是有一点 他跟吴冠宗都是共同的一个理念 就是要学习好 按吴冠宗叔叔的这个原话 我记得他是这么说的 如果要真正搞好艺术 一定要学好数理化 那么从这句话的来理解 就是说真正艺术好的 他的文化 课也一定学得很好 也掌握了大量的这些文史 这些基础的知识 至少作为一个搞艺术的人来讲 所以我们父亲从小对我们的培养 是放开的 是放手的 那么我走上了艺术的道路 是时代把我推向了 走上艺术这条道路 我今天讲的简单一点 因为时间的关系 就是当时我父亲在全面培养我们的时候 其中有一届是他本身 他本来也很喜欢的 就是书法 书法艺术 他的书法是从小就练 写得非常好 1952年上海戏剧学院成立的时候的 第一块那个校牌 也是我父亲写的 上海戏剧学院的那个 所谓就是学校的门口 对一个门牌 就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门牌 上海戏剧学院 现在的上海戏剧学院的那个门牌上面写的这个几个字呢 是戏剧学院的办公室主任 一个姓范的一个主任 他是把当时上海市长陈一的写的词当中去一个个挖出来 然后聘筹成了上海戏剧学院 并不是陈一市长他为上海戏剧学院提了这个词 对 但是第一块是我父亲写的 所以我父亲从小就让我们几个孩子都学书法 所以应该说我最小的时候是从写书法开始 这个就是你的照片吗 对 这是我那个还是小学的时候吧 五年级的时候写的书法 不会吧 那中学生了吧 你记错了吧 嗯 这已经是个小伙子了 哦 那 反正蛮早的 哦 那个年代 嗯 那个时候呢 父亲就开始教我们书法 但是这个照片拍的好 哈哈哈 谢谢 谢谢 这个是那个 写那个 你看还是 革命 毛主席诗词呢 那个熊光漫到正如铁了 嗯 穿的也是军装 嗯 那个是学生章嘛 那个年代都是灰色的 灰色我看不清楚 灰色的黑白照片啊 对 所以我父亲呢 给我们第一口奶呢是书法 我跟着我父亲学书法也学了好多年 嗯 我父亲在书法这块给了我很大的帮助 呃 他他每一次教我书法的时候呢 先要让我读帖 看懂得帖了以后再写 或者呢 他会 他会 让我去 知道每个书法家 以前的故事 比如说 严正清的 乌烟流的故事 或者是 王羲之 如何 养儿 观察儿 有水的故事 等等等等 在这个上面给了我很多很多的 滋养 那么书法 在我那个年代 呃 呃 前面我们提到的 因为我是个狗仔子嘛 所以在很多地方是没有出路的 但是这个书法 确实帮了我很大的忙 尤其是我进了工厂 我分配到工厂 就是你回到你刚才 你说你是讲的强细一点 你是在哪个中学读的时候上海 啊 当时呢 我前面提到了 就是从武康大楼被赶出 扫地出门 到了余渊路的一个附加建筑 呃 我们全家挤的一个 就没有几个平方米的一个 一个 小房子里边 那个时候呢 我也不能够在原来的 武康大楼所熟的那个五元中学 在那里读书 我必须转学 我姐姐带着我去 那个时候是按地区分配的 去那个四山中学 也就是大家都熟悉的一个 很著名的学校 叫四 那个以前叫四山女中 嗯 那是个很好的学校 我们应该是到那个学校去读书 但是由于我的初衷 那个学校也拒绝了我 所以呢 我们只能到更远的一个学校 对吧 一个地点的学校 叫寻武中学去读 寻武中学呢 那时候呢 也都招满了学生 但是呢为了呃 能够收纳更多的学生 他们就成立了第十四班 第十四个班级 那个班级呢 有一个名称叫拉西班 就是各个地方乱七八糟的人都 是你们自己取的名字 对对 同学的 起的名字 我呢 反而是因祸得福 为什么怎么这样说呢 因为那个班级里边 所谓的拉西班 也就是大部分的同学 都是从上海的说法叫 彭户区 就是那些很贫穷的那个住宅 彭户区 就是跟跟西方国家 就真的贫民窟差不多的 对 就是那个意思 嗯 那些孩子们过来 哎 哎 反而更好了 我的促进 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嗯 因为我原来是个狗仔子 到了这样的一个环境当中 那些学生 他们 跟当时的文革 并没有很深入的卷入进去 他们也没有去压迫别人 也没有被别人压迫 所以呢 他们 永远充满着阳光 他们看到我又是一个好学生 哎 那些学生读书并不是特别好 所以在学习上我经常帮助他们 再加上我当时又是多才多艺 又能写点字 又能画画画 那个班级里边的那个黑板报 什么都是我出 所以我就一下子 从一个 能下人 一月 为 能上人 哎 所以在那个困境当中 呃 给了我很多机会 嗯 所以呢 尤其是 我是七三届嘛 呃 因为前面提到的一片红 所以我被分配到工厂 在工厂里边呢 我 我的 学到的那个书法 你是读 读往中高中 进去了 那个年代也没有工 呃 初中高中 他就是那个 呃 五年吧 就是 就是一个 作为一个初中高中 连在一起 哦 中学 那那你这什么工厂呢 是集 接到工厂 没有 我分配的工厂 呃 在那个年代 他们认为是最好的工厂 因为 我是 就是 上海人的 有个叫法 叫应当 应当就是因为我前面四个都是插腿落户 所以我应该可以分到最好的 这个工厂 就是上海液压帮厂 这个重型的机械 一个工厂 那时候的观念很很奇怪 重型的比轻型的比轻工业局的党值要高 轻工业局的比仿制厂党值高 对 因为他有几个局嘛 啊 这个工业局下面则是第二工业局 或者是轻工局 对 轻工局下面则是仿制局 对 所以那时候的那个观念不一样 所以呢 是按照这个条件分进了 那个工厂 嗯 分进了那个工厂 也以后呢 正好那个时候是批林批孔 那个年代 大量的那些积极分子 那些老工人啊 他们并不是字 或者呢 能是四点字 但是他写不好 那个毛笔字 但是他们那个时候都想表现的很好 我一个能写书法的人 那时候就变成 有机会了 特别有用处 所以在那个时候 从写大字报 出大批判专栏 就一下子 在工厂里面变成一个非常有用的一个人 那个时候我们的上海液压帮厂 如果大家对上海的工厂那段历史 比较了解的 你知道 会知道 那个工厂里面的很多年轻人 像我们这一代的 或者年纪比我再大一点的 都是积极要求上进 在这么一个竞争的环境当中 我是一个唯一的 能从一个一线的工人 提拔成为一个拓产干部 到那个工会去成为一个干部 专门从事宣传工作 是很不容易的 所以这个是这样的一个背景 把我从原来是就是一个好学生 变成一个好美工 对 那个时候你作为一个好美工 有没有感受到你宣传的这个东西 是很搞笑的 还是觉得非常好 应该的 就是应该积极上上 对 因为那个年代 大家都想改变自己的那个 身处的环境 都有想学点东西 或者掌握些什么东西 就是都带着有点那个 学以自用的那种想法吧 并没有怀疑或者是不相信当时候自己宣传的东西 我没理解 就是说你 有一些人是不是思想早就已经先进了 认为这些东西也是垃圾宣传 还是你没有这么认为 没有没有 那个年代 想都不敢想 那个年代就是 歌功颂德的那个年代 批判修正主义的年代 大家都是尽可能能争取到有这样的机会 来展示自己的那个特长 这个就是您的诚实 您知道吗 因为我经常访问一些这文革经历的一些人 他们基本上大部分都告诉我 我在那个时候就开始醒悟过来 这个人当然是有的 但是很罕见 但是我觉得您是更诚实的表现了当时候的真实的情况 好 是对 我是在这样的一个环境当中 就是 逐步的就在在成长的 然后我 我学画画呢 应该是这样讲 大家很多人都认为 我父亲是一个著名的一个教授 又是一个著名的一个艺术家 他应该从小手把手的教我 那我前面也介绍过了 并不是这样 我父亲把他更多的精力投入到 中国的美术事业上 去更多的去培养一些 一些优秀的美术人才 而对我的第一次 真正的第一次教育 应该是从1973年的5月 那一天呢 我父亲 从牛棚里面被解放出来 第一次解放 在哪一个牛棚 是你们上海郊区 牛棚 我们指的牛棚就是 专门关牛鬼蛇生的那个 那个 是还是在上海吗 对对对 实际上就在虚拟学院里面 就是那些所有的那些 被打倒的资产阶级 反动学术权威 都都都 关在里面写检查 等等 各种各样的迫害 我就不一一说了 而是在 那个年代我父亲 第一次从牛棚回来 能够回到家 但是我看到 很高兴看到我父亲 能被解放出来 因为我父亲 几次解放 关键放出 关键放出 好几次 这是第一次 我印象特别深刻的是 我父亲回来 他心情特别好 当时他还光头 因为我父亲 原来头发一直保留得很好 作为牛鬼蛇神 那时候都被剃光头 也是成为一个牛鬼蛇神 当时的一个标志 但是我父亲回来了以后 就洗了个脸 找了一顶帽子戴上 他就突然说出 我来画张画 多少年没画画了 从文革开始 他就在一个小板凳上 就放了一本书 一个罐头就是很简单的 两三样东西 就找了一张 就像千花纸 也还不是水彩纸的 就做下来 画对着镜物 第一次 就是在文革当中 第一次开始 画一张水彩画 我看着他画水彩画 哎呀 他就那种神情 就恢复到原来的那种 那种神采意义的 那个样子 然后呢 我在看他画的 那个时候的用笔 还是像往常以往那样 那么清飘 那么熟练 哎呦 这个场景我一直 印象特别深刻 这个也应该说是我 真正受到我父亲绘画教育的 应该说我父亲是我的一个 一个启蒙老师嘛 嗯 就是从那次开始 我就把自己的精力 放了很多到 那个绘画上 所以我父亲 那时候呢 从牛棚出来以后呢 他是靠边站 就开始进行劳动改造 当时的劳动改造呢 是配合当时的形式 就挖防空洞 被占被荒嘛 那年代 挖防空洞 他每一次 挖好防空洞 回来 如果 天色早的话 他会带着我 一块到郊区去 找一个安静的地方 坐下来 呃 画张小的风景画 他画画速度很快 往往在十分钟到十五分钟里边 就一张 呃画就画好了 而且你看他画画 包括 所有记得 我父亲的那些学生 他画画有个特点 就是他出去就带那么小的一罐水 这点颜料 等到画画好 这些水和颜料 也就全部用干净 嗯 一点都不留 你的鼻液也不用洗 所有的颜料都到画面上去 如果回来晚了 他就会在 一个家里的一个角落 放几个简单的镜物 画几笔 你看在那样的一个 白色恐怖的年代当中 你从他的画面当中 你看不到黑暗 更看不到悲伤 你看到的他的画面 还是那样的明亮 你可以感受到他的画中 那种艺 艺术的那种灵魂在闪光 所以他的那个 呃应该对我来说 我父亲是真正的是 在我的艺术当 呃道路当中 给我浮上 到了一条正道 呃他是起了这样的一个作用 然后76年的五月 他被呃查出呃得了肝癌的晚期肝癌 那个时候呢他已经没有能力 再对我进行具体的辅导了 所以呢他就安排我去 正好那个时候呃 呃73年上海戏剧学院 召了第一批工冬兵学院 76年 他们毕业三年 他就介绍到一个即将毕业的一个学生 也是他比较喜欢 所以应该说他最喜欢的学生之一 一个叫李仲宽 现在也非常有名 呃一个艺术家 大家都可能知道 2002年 他是作为一个华人的艺术家 第一个为白宫画了那个赫年卡 呃 您把那名字呃 双目里呃呃呃呃 正分的正 环是三环五环的环 现在也在美国 对他在美国在阿特兰塔 嗯呃 就介绍我 我去跟了他具体呃学习 呃他那个时候呢正好分到 上海市工人文化工 他刚去了以后呢 他喜欢画画 所以呢他就办了 一个五美班 我跟了他学了没多久呢 他就说哎我我准备办个这个班 干脆你就到班里边呃呃来吧 那我说好啊 就这样我就 进入了上海市工人文化工 成为最早的一个五美班的一个学院 就呃跟了他具体 那你离已经离开工厂了吗 没有没有 因为我那时候还在在工厂是做这个工会 工会干部嘛 嗯所以呢呃 那时候的学习都是业余学习 只要你单位里边 处账证明 你就可以去学习 据李正款呃最近跟我还说起 当时呃他的太太 是这个班的呃也是第一期的一个学生 但是呢比我晚近两个多月 呃来的那次我还印象很深 陈明就是他的太太来带了他的作品 给呃呃李正款看 李正款很那个时候很欣赏 他确实画得很好 他来了以后 陈明还带了他工厂的一些同事 都来传加这个班 所以这个班里边大部分的学员 并不是真正画画 就是借了这么一个机会 能够离开工厂 到文化工来玩玩 嗯 所以我们班级里边真正能 画得好的同学也没有太多 就几个 所以呢呃在那个年代 我跟的李正款就一面学画画 同时那些一块一面学武美 就是学倒计啊 这个这个罐子怎么做啊 这个灯光怎么打等等 呃我们当时 武美班 因为要担任很多 武美班就是舞台的美术 舞台美术班 嗯 所以呢我们就 呃同时还担任了 除了打灯光 我们还单 呃还要做一些那个化妆的工作 学化妆 所以呢就我想 说所说的就是除了我们画画 还要学习一些舞美的一些 基本的技能 因为上海 上海市工人文化公司 属于上海市总工会所管 上海市总工会 每年要搞很多演出 就是业余功能的各种演出 而且上海市工 那个总工会呢 特别喜欢上海有一个剧场 叫文化广场 嗯 你可能听说过是上海最大的一个 一个舞台 经常借那个 呃 剧场搞各种呃演出 当然最多的是合唱啊 啊 那个乐队 那些革命歌曲啊 呃 有时候会有些小品 但是主要是音乐舞蹈 为为主 李正宽呢 经常 那时候那个班呢 实际上班了没多久 就是从76年的6月份到9月份 就结束了 就没有几个月 就结束了 结束了以后呢 正好因为那个文化大革命 那个时候正好结束 呃结束 很多工人呢 就回到工厂去工作了 嗯 能留下来搞舞美的 也只有我和那个周伯伯 有时候还会增加一两个人 因为 我那时候是因为调到了那个工会做干部 就是我能出来的呃 机会就比较比较方便 嗯 那个李正宽呢 就特别喜欢带着我和那个周伯伯 到文化广场去搞了很多很多演出 嗯 呃 那么大家可能比较熟悉的 就是78年的鱼屋深处 鱼屋深处 这个画剧鱼屋深处 我们编导看看呢 不能找到那个当年的画质的场景 对吧 对这这台戏呢 是在我在文化工当中呃呃呃 呃呃 穿意这个工作的呃 一台大家比较有呃 呃有影响的的一台演出 后来呢 这台戏因为搞得全国都很知名 那个 这个事情是发生在78年的9月 呃我们搞的这台戏 10月份正式演出 后来11月份受北京的邀请 到北京去传加了各各种演出 呃我前面也谈到了 我在利用演出期间也去看看望了吴冠中叔叔 呃 但是鱼屋深处在台戏 当时我是作为一个一个 一个郁语的美术工作者 呃当时我们的条件也很简陋 第一次搞这样的一台呃 呃比较大的一个舞台 那个布局 呃我们也就四个人 我当时记得了 我们四个人也就在那个导演的领导和指导下 我们也就是拼拼凑凑的搞了这样的一台戏 呃这台戏 从 艺术或者从舞台美术设计的这个角度来讲 它没有什么呃多大的突破 或者呃有有有有更呃特大的那个什么那个 是不是这个 对对对对就是那台戏 现在抱歉了我们的观众应该看到这个照片了 嗯都很不清晰了 因为当时候一个拍摄的条件 嗯留下来的这种记录的资料都很模糊不清楚了 这台这个布景已经是后来我们到北京去 因为那个当时的文化功德这个剧场很小 所以那那个布景跟这个布景有一点点不一样 这台布景后来是呃 请上海习习学院吴美席帮忙再重新改建一下 尽管也很简陋也很简单 但是在我们原来的基础上是做了一个提升 嗯做了一个提升 嗯 所以这台戏对一个越狱的一个美术工作者 呃作为一个很平凡的人 能卷入到这样的一场 波乱壮阔的一个一个历史的一个变革当中 呃也算是命运给我的一个馈赠吧 所以这台戏呢呃是呃 呃应该讲在我越狱的呃 呃这个搞舞美的这个工作当中是呃 算做了一点工作 穿越了一点工作啊 呃后面我搞过一台戏 那台戏搞了就心情更更好一点 那么怎么说我这台戏心情不好呢 呃这里边倒有个故事 你比较喜欢听故事 哈哈对对对 因为那个这件事情呢是发生在七八年 您的脚放在上面来就是有声音好像旁边有点声音响 对七八年好对谢谢 七八年呢 那时候呢恢复了高考 我们的所有的经历已经都想改变命运去准备高考 嗯我呢也是其中一个 我跟我们五美班的就是刚才提到的陈明啊 王春杰啊我们几个人呢画的比较好的去参加了 那个高考 当时呢上海虚拟学院七八年招生一个五美系 我呢也是和大家一样去报考了这个专业 那一年虚拟学院还有好几个子弟也去报考 有些包括五美系有些报考西文系啊表演系啊 呃不同的专业 唯一我是上了那个录取的那个那个及格的那个县 所以戏剧学院出了一个土政策 说凡是戏剧学院的子弟都不能录取 那么也呃就这样呃等到九月份 王春杰成名高高兴兴的到戏剧学院去报导 王呢是灰溜溜的回到了上海市公园文化公园 一回来就接到了这个论文 所以当时在这样的一个心情下去去去搞了这台系 但是就是说你本来已经考上了 哎对我的成绩已经到了已经到了 你也知道都知道因为成绩大家都是呃 然后就是就是对不起啊 你你因为你的家里人是是对对啊 呃79年呢我考进了大学 刚进大学正好呃那个 呃每年上海那时候都会搞一个大学生会员 那时候大家熟悉的电影明星陈冲 考79年考取了上海外语学院 所以所以呢在上海外语学院呢 搞了一台话剧叫抉择 对陈冲的照片我们编导看了不能找一下就是 他在上海外语学院读书的时候的照片啊 因为他是上海外语学院附设中学的吧 没有没有就是呃正式的大学呃的大学生哦 他是他是不是在附设中学里面读上去的 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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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不是对 他是直接考进的就跟所有的那些正规的考生一样 那时候我的中学的一个同学叫陈冲 也考进了这学校他的文学特别好 他作为一个呃写剧本的一个作者 他写了一个画剧叫抉择 然后又请了上海电影呃制片厂的一个著名导演 叫陈淑一做了 这就是陈冲当时的照片对对对 哇小姑娘的样子 对那个去做这台戏的导演 所以这台戏是三个城一个王陈淑一陈决陈冲 嗯然后吴美呢呃他们就邀请了我去 去专家了这个这台戏的演出 所以这台戏当时呃印象特别深刻的是 因为我那时候刚刚到学校报到嘛 我们还在军训还在学习的时候 还没有正式进入学习的时候 那时候时间还比较充足呃就在搞这台戏 到演出的前一天晚上 因为这个工作量太大 我们想搞得好一点这个这台戏的这个 这个吴美呃因为搞得比乌生 所以要更考究所以呢来不及 我就把我们半季的十几个同学都组织起来 骑着自行车从江湾五角厂一直骑到 那个上海外语学院去我们搞了一个通宵 当时呃我们半季还有一个女同学 因为陈淑那时候刚刚演出了一个 大家都熟悉的一个电影叫小花 小花 铜碑山铜碑 铜碑山的故事 那时候陈冲他已经被大家都认识了 大家没有看到他本能在搞 古美的时候看到了陈冲 而且陈冲那天跟我们一起搞了一个通宵 我们的同学还说 哎呦陈冲你本能比电影里面更漂亮 陈冲还很客气 没有了他说我你看我的鼻子那么翘不好看 不好看还很客气 这个我印象很深刻 而且呢我还印象特别深刻的是 我们搞到晚上三点多的时候 我已经感到很累了 在那个沙发上我就想躺一下 那时候冲冲还过来 还在问我你看你认为 蔡台西我们有没有得奖的可能 我说哎呦有你这个大明星在肯定能得 哎结果我们蔡台西真的也得了那个大学生会员的金奖 就是抉择吗抉择 OK抉择的话这个秦文的编导 还能不能找到当时候的剧照出来 那么这台戏呢 当时还蛮有意思的 他里面有两个场景 就在你第二天正式演出时候我去看 那两个场景 第一个在那个年代文革刚结束 陈冲在戏里面有一段是跳disco 这就一下子把整个剧场的气氛给调动起来了 这一个场景在那个年代啊 能能够后面一个更大胆 居然在这个戏当中有一段接吻的这么一个场景 那你们可以想文革刚结束 我们那时候读大学都不允许 学生期间都不允许台恋爱 哪里还敢接吻这种场面 戏演出好以后陈冲还跟我说 哎呀这个男孩子没劲 我说干嘛 接吻的时候嘴唇发抖 还保持距离 你说是吧 他说这个 这是我印象特别深刻 因为我们的何老师比较喜欢那些 所以我尽可能说 不是我尽可能说 观众喜欢 稍微我尽可能说说一点啊 这样的话 所以这台戏我当时 我就比较从这台戏 就当时搞的心情就特别愉快 又进了大学读书 我们搞机的过程当中 大家都是那么的团结 那么的开心 这也是我人生当中 搞舞美的一段 印象比较深刻的一些记忆吧 然后呢 我就这样就进入了学校 在进学校前呢 还有一段实际上 我经历了 在艺术的这个这条路上 我经历的比较 比较多的是各种各样的领域 我们刚谈到了书法 也谈到了那个绘画 也谈到了舞台美术 那么其中还有 这是你吗 对对对 这是我后来在苏联奥布林教书 做老师时候的一个 在美国了 对 你还是讲在中国的事情 我们这一集 对面讲中国的事情 那79年呢 正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 建国30周年 上海呢 有一个展览 可能大家都知道 叫上海工业展览 在那个年代 这个是中国唯一的一个 国家级的一个展览 这颗星的高度 嗯 那 这个展览 为什么说 是这个吧 对 为什么说这个展览 是那么重量级 我们那时候 看到这个展览 只能在电影里面看到 大家都熟悉的 什么原子弹爆炸 那个万灯水压机啊 双水压啊 内轮发电机啊 那些 在当时体能够体现出 我们国家工业水平的 这么一个重大展览 这个展览 主要是对外宾开放的 西哈努克亲王 尼克松 访华 周恩来都陪他到这个展览 嗯 去看 所以我们那时候都在整个 纪录片里面当中 可以看到这个展览 我没想到 79年的1月份 1月初 当时我还刚刚23岁 哎 上海市组织部 就出了红头文件 调我去这个展览 去做这个打听 每一个 这个圆筒进去 就是一个打听 去搞展览设计 大家都知道 80年以前 中国根本还没有设计概念 更不要说展示 展会的这个设计 对对对 就是那个时候 谁寄给你包装给你都没有 都没有 嗯 去搞这个展览 呃 这对我来讲 真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但是我感到很光荣 这也是一个国家级的一个项目 所以呢 我在 呃 一边考考大学 一边搞这个展览 因为79年嘛 我们的呃 你是七八年考上了 没有跟你 没路去 我第二年又继续考 哦 一边在搞这个展览 因为我接到这个任务的时候 是1月份 呃 考试是4月份 因为艺术类的是提前考 嗯 呃 所以我一边搞 搞这个展览 在做这个展览设计啊 展示设计啊 等等的时候 我一边考大学 但是这个展览为什么 呃 第一个是一个大家都知道 是一个 呃 他是一个国家级的一个一个展览 第二个呢 第二个呢 这个展览我特别高兴的是什么呢 就是 我那时候尽管年级很小 我的住宿都是50多岁 呃 都比我大得多 但是呢 这个团队当中 他们是以设计 就是像我这样做一个设计工作者 是为中心的 嗯 我们搞的这个所有的方案 我出的那种效果图啊 这些设计图啊 没有像现在要经过领导的层层审批 我出来的东西 领导都不用看了 我们不懂 你看得怎么搞就怎么搞 你想这么重大的一个 呃 一个展览 你像呃 比如说呃 呃 好多年前那个上海搞 举办了一个世博会 呃 我作为一个专家 呃 邀请我去做一个呃 几个专家 去 呃 帮着出方案 哎呀你看这个领导 一一级级的领导过来 好不容易跟这个领导通过的方案 再来一个大领导 全部白告 彻底的颠覆掉 那个时候这么重量级的一个展览 领导 彻底放开 我做一个美术工作者 基本上呃 我们的团队呃 大家认为好了就是好了 其实你们也没什么多大的经验 哎 也没有什么多少了不起的 关键背景 当时我们搞这个展览一点经验都没有 我搞过一点五美的经验 但是五美的经验 这放在展会上也很难全部能够施展出来 再加上当时的那个设备你可以看得出都是很难看的 这个颜色都是灰灰的 所以我在搞这个展览的时候也就是在原来的基础上尽可能让它漂亮一点活泼一点在色彩上多加点色彩 在那个那个时候正好国内文革刚结束上海开始流行那个叫流线型这样的 所以呢在展台的设计上多加一点流线型的那些线条让它更活泼一点就是很土很土的那个年代 但是对外面人来说又已经是很好很好的 这个展览也是在我人生当中的一个 应该说是一个很重要的一段经历 因为我没有想到我在那么小的年龄就能够 你要知道我们的节目的有趣的地方是 我们在这里随便聊的一个场景 而我们的观众里面就可能会突然告诉我 那个展览我吃过 就像您讲这个武恒大楼就有观众说 我就在武恒大楼住过我就知道武恒大楼怎么样 当时能够拿到一张工业展览会的一张这样的一个穿冠券 都是可以做一个礼物一个很好的礼物你看 就像一张内部电影票一样的珍贵 所以这段经历也是我想顺便介绍一下 在我成长过程当中 对 那是79年 这个79年 然后呢